親愛的家長、老師、小朋友晚安 非常高興家長波榮來參加今天家長日的活動 我是學校教育主任吳阿燕 想利用家長日跟家長報告一些事項 首先的話要跟家長說明一下 有關於教育實驗課程的部分 教育實驗課程的話之前稱為活化課程 一百零二十年度的話就改為教育實驗課程 這個新年度的話我們申請了七班分為兩類 第一個是補救教學類五班、提類兩班 那我們補救教學定教在英語補救教學的部分 由英語老師提供名單 那家長同意之後就可以上課 一般的人數是十二位 那我們希望小朋友有需要英語的協助 在這個部分可以達到補救教學的一個目標 那提類的話有疊碑跟球類 這是由小朋友抽籤出來的 那抽籤結果之後 我們是一切連度為上課的一個基準 希望小朋友申請這個機會 那有關於我們特殊身份的各項補助 有早午餐的補助、教課書的補助 平安保險會的補助、協產基金就業補助 以及事務助協金的補助 那一個類別的話 如果家長有需要的話 請洽我們教務處的註冊組 有一個很大的好消息要跟家長分享 就是上禮拜的話 我們老師、小朋友參加七星區的語文競賽 我們表現非常的優異、非常的亮麗 融獲到國小組團體總成績的第一名 那在精進獎的部分呢 我們也融獲第一名 去年的話我們是第三名 那總分是39分 這一次第一名總分是52分 進步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獲獎了 這是學生比賽的成績 那有七位小朋友得獎 四位小朋友可以參加試賽 這是我們老師的部分 國藝演說、國藝黨讀跟寫字 融獲佳基 這是社會組老師的比賽成績 也非常的亮麗 再來要跟家長報告的一個好消息是 我們去年參加速寫跟國藝能力檢測的結果 這學習已經發表了 那對象是我們現在的六年級小朋友 我們看一下速寫能力的檢測結果 在每一個項度我們都優於前須的平均 也優於前世的平均 我們學校的是那個橘色的部分 家長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說也認知歷程的分析來講 在應用、分析、了解部分的話 我們也表現得非常的突出 都優於前須、前世的一個平均值 那在於標準的分析的部分 我們分為三個部分 有經手部、通過、還有代關心 在於經手的部分 我們遠遠超過區跟市的平均值 那當然相對的代關心的人數就變少了 那通過的人數也變少了齁 再來要談的是我們國語能力檢測的結果 表現也非常的不錯 尤其在寫作方面表現的就是非常的突出 那業讀能力的部分算是中等 以認知歷程分析來講 國語的部分分析、記憶、應用、評鑑、了解 也都優於前世 那在經手、通過、代關心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請家長的話也都幫忙 我們在經手的部分呢 也優於前世、前須 但是通過的部分就嫌少了一點 代關心的部分的話就是變多了 這裡的話我們就是要特別的加強 就是有些小朋友 有可能是文化刺激比較鼓勵學習的環境不佳 那我們對這些小朋友的話會加強就教學 另外我們談到學校的就業證 從上學期的話2到6年級的話 我們有辦跟新北市的圖書館 和辦就是閱讀聯盟 所以有辦的家長或是小朋友 一張證的話可以在西子國小使用 也可以在新北市的任何一家圖書館來使用 那這個就業證的話 我們也會推廣到一年級的新生 一年級的新生 我們希望家長幫我們寫相關的資料 那就可以享受這樣的一個方便性 再來要提到的是寒假假期的調整 今年的寒假是1月28日到2月17日 那春節的話是緊接著2月18日到2月23日 所以說寒假比較晚寒假 那我們這學期都上一個星期五下學期第一週的課 另外的話一個重點要跟家長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英語定義平良的作業方式做了改變 它的目的是我讓家長很清楚知道 我們小朋友的其中 英語的其中期末平良的時間 還有為了讓孩子更重視英語的學習 從103年度也就是這個年度開始 我們中年級跟高年級的英語期末平良 我們放在學校的定期平良來舉行 而且成績也要納入其中期末平良來計算 那低年級的部分我們保持延長的方式 由老師選定時間來考試 那我們通知單在9月19日之後會發下去 請家長特別注意一下 那我們高年級英語的話 排在定期平良的第一天第三節執行 然後中年級的英語排在定期平良的第二天第三節執行 學校一直非常重視業讀教育的推廣 那由這幾次的語文教育的成效 可以看出成績會來 那我們常態性的活動包括 校內的語文競賽、學生的業讀學習步驟 禮拜三的動讀時間、班級業讀課 還有故事媽媽到班級收故事 還有我們每年主辦的寒水假生活 進去的增稿 那學習性的活動呢 包括圖書館的好書票選活動、讀報教育 國語日報每週活動有獎增檔 還有作家演員等活動 我們的學校的律行性的 常態性的活動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家長鼓勵小朋友來參加 這是我們業讀步照分為九集 那如果一年級來講 通過基本能力十本的話 就可以獲獎狀 到最後的話超博士 超過兩百本的話 我們還是有頒獎喔 連者上一個月頒獎一次 目前的話已經有三百多位小朋友領到獎了喔 細紙的國小的願景是 細孟真梅及至善 我們希望在親私合作之下 細紙的國小的每一個孩子都有分屬感 在細紙國小的學習是快樂的 是幸福的 那謝謝大家 那也謝謝家長的配合